撒上鱼飼料丝木鱼浮出水面 蜂擁增强食物 这也是达尔厢唯一的公共造产 鱼温养殖场 业者表示以养殖白虾为主 但今年开始投入丝木鱼养殖作业 也是台东唯一养殖丝木鱼的产域 主要看准南田村 得天独厚无污染的养殖环境 抽井水 所以跟其他地方的是 其他地方是直接抽海水进来 我们的井水是还有经过沙子过滤 所以水质又比较好一些 应该说会少很多病菌有的没的 跟其他地区比起来活动率会比较多 因为我们养殖的面积没有那么密 有运动的鱼会比较 肉会比较结实一些 南田村渔温养殖场 曾荒废20年之久 4年前公所为了重新活化养殖产业 成功对外招山 也让南田在地产业更多元化 业的希望可以参齐经营 打造当地特有品牌 第一个去造成我们在地就业的一个机会 那再来如果说发展到最后 可以发展到结合我们部落 还有当地的这些产业 然后共同来发展 共同来经营的话 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在这里 他也引进了一些 我们新的一个养殖的技术 然后也让我们社区的产业 也更去多元化 希望他利用在地的一个特色 发展是另外一个 别于其他养殖业的一个品牌 然后让也可以带动南田的一些亮点 今年国旅万圣 南田有著名的阿兰伊古道 跟特殊景观南田石沙滩 每天吸引不少游客探访 业者表示 未来会朝向结合当地特色观光发展 让产业深耕在地 和部落共创双赢 于是新闻物局台东达人 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